哈喽大家好我是把握海主 今天我们又来玩穿越火星HD了 这个游戏最近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热血测试 这一次测试它更新了两个新的模式 一个是坦克模式和挑战模式 同时在生化模式中新增加了两个生化僵尸 就是在一代的疯狂宝贝和终结者 这一次测试我是不需要预约的 因为我以前就有资格 所以现在就可以直接玩的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游戏好像有好几年了吧 怎么还在体验中啊 啊不管了无所谓 OK我们进入游戏了啊 在个人仓库里面有一个坦克仓库啊 哇哇这个坦克感觉好小啊 像模型一样的 保卫者坦克 啊没什么区别嘛就颜色不一样 坦克只有一种坦克吗 其他的坦克怎么都没有啊 还有一个生化模式的仓库 哦现在终于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小红了吗 我记得还更新了两个新的生化僵尸啊 疯狂宝贝 哇不错不错 还有终结者 这个二代的生化模式终结者比一代建模精细的很多啊 day two 哎呀这个游戏真的是多灾多难啊 大家之前所看到的开头啊 是我两天前拍的 两天之后我才正式的开始玩这个游戏 那么在游戏开始前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游戏它上升了两个模式 坦克模式和挑战模式嘛 这个挑战模式还没有开放 在之前啊我问了一下玩家 玩家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挑战模式很有可能在这个穿越火星HD测试快结束的前几天开放出来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挑战模式呢 咱们今天是玩不了的 等以后再玩 反正这个挑战模式我肯定是要玩的 在这个穿越火星HD当中我蛮期待的就是这个挑战模式了 我很想知道在这个游戏中挑战模式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今天来玩一下坦克模式好了 坦克模式是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坦克模式 只有一张地图吗 哦坦克模式开始了 这是坦克模式的动画吗 哇 哎太短了吧 这个动画也太短了 坦克模式的话好像只有一张地图啊 暴风山丘 看这个背景好像是古代的城楼啊 哎 哇直接开始了 坦克模式的规则是什么 站点模式吗 哇看这个城楼明显是古代的呀 古代和现代融为一体吗 哎呦 刚刚那个是炮弹吗 谁啊 前面有敌军 哦哦哦哇哇哇要死 要死了快走快走 我的坦克只剩100滴血了 哎我们去A点看一下啊 前面有A点 应该是站立模式吧 按右键的话是可以像狙击镜一样 这种拉近距离的 这个地方是什么啊 是我们的点吗 来来来 敌军来了 哦 哦被打死了 这坦克上面居然还有人 糟糕 这个点被占了 在哪呢 在这儿是吧 哎呀没打中了 哎打爆了可以走 谁 哦 no 来 你很爪呀 为什么跳弹了呀 奇怪 啊来呀 跟我玩走位呀 哎打不中 哇有点打不过他 糟糕糟糕要死了 兄弟们帮忙啊 这里有个坦克 我要被他打死了 哎呦还靠近了啊 你很转啊 哎呀差一点啊 这没有一个啊 偷偷默默的干什么呢 队友有难 我来帮忙 啊不错不错啊 这个点是我们的 谁敢抢 我觉得这个模式啊 应该再设置一个机制 把坦克打爆之后 人可以不用死啊 人可以拿到枪继续战斗啊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还比较好玩一点 很刺激啊 最后一枪 哎呀 跳弹了 哎呀打爆了 哈哈哈哈 这个坦克还具有一定的反弹能力的 有一些时候炮弹还击不中啊 直接反弹了 敢打我队友 哎呀都是跳弹的 我奇怪了 那又是一个跳弹 哎呀 怎么样兄弟啊 我救了你的命啊 感谢我吧 让我开车撞死他 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冲啊 撞死你 啊 哈哈哈哈 兄弟们 打死他 跑啊 这小子跑了 哈哈哈哈 撕起来啊 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坦克 真的是太灵活了 史上最轻便的坦克 现实生活中的坦克也没有这么轻便吧 好灵活啊 原地打转都可以啊 这个模式非常简单 我在这A点战了半天了都没有敌人 胜利了 太简单了吧 好啦 坦克模式也就那样 我们已经玩好了 感觉也没有什么花样 在商城里有新的生化僵尸 疯狂宝贝 我们可以直接买啊 哎呀 居然不是永久的吗 14日啊 行吧 我们买一个吧 终结者也买一个好了啊 也是14日的 买一个 OK 那我们来玩一下生化模式啊 生化模式没有新地图的吗 好像有一张新地图 也不算新地图吧 寂静村最高可容纳30个人 这个生化酒店也是啊 那我们就玩这两张 可以容纳30个人的地图吧 新的生化模式有一个怒气值 与敌方战斗可获得怒气值 按T键可以打开怒气值商店 我已经进去了 但是还没有开始轮到我玩 先看一下别人玩吧 这个寂静村和之前的没有什么变化啊 好像只是从白天变到了晚上 之前的寂静村是白天 现在这一张是晚上 哇 疯狂宝贝 哇 疯狂宝贝 隐身的 几乎很难看见啊 我怀疑前面有人要变 哎 是我 哎 奇怪啊 我不是买了 疯狂宝贝和那个终结者吗 怎么变身啊 难道说变身是需要怒气值的吗 哦 按TK变身 变身成疯狂宝贝 哦 耶 哇 我现在是可以隐身了吗 哦 耶 隐身了 哎呀 哎呀 差点就抓到了 疯狂宝贝跳跃率都是很高的啊 疯狂宝贝有点变态啊 我发现啊 隐身 再加上高跳跃 我怀疑前面那一堆人要变 你看你看 打打打打 后面后面 哎呀 要死要死 哎呀 哎呀 抢到一个人头 我觉得这个生化模式啊 还可以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完全守得住的 按T键购买道具 这是怒气值商店啊 什么鬼啊 手雷 弹夹和 惊喜宝箱 买个这个 什么惊喜啊 哦 就给了我一个手雷 但这算什么惊喜啊 我也是醉了 注意点疯狂宝贝啊 这个疯狂宝贝有点恶心呢 变身 没有 快溜快溜快溜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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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嘿 下马这种高手 下雪了还能再上来 怒气值在什么地方看啊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怒气值呢 哇 火线战时要880怒气值啊 哦 我看到了 怒气值在中间啊 嗨 我眼瞎了 好 可以变身了 耶 怒气值满了 你干什么 哇 这疯狂宝贝隐身打人啊 根本看不见 我也是醉了 我觉得这个还行啊 有怒气值之后可以直接变身啊 不用像之前一样 穿进那个变化仓才可以 哦 不 母击的话不应该是终结者吗 我想变身一次终结者 可以变身了 终结者怎么还不能变身啊 要880怒气值才能变身啊 那先变疯狂宝贝吧 哈哈 哎 来来 惊喜 哈哈 surprise 这个疯狂宝贝真的变态啊 有他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就是安全可以躲的 隐身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来打 他放大招了 离他远一点 哎呀 哈哈 这一次我就不变身成疯狂宝贝了 我要变身成终结者 来吧 进行的打我 只要僵尸被打就能快速积攒怒气值 这一次我一定要变身成终结者 我可以变身了吗 还不行 哦耶 可以变了 变身 这个终结者也是用闪电攻击的吗 哈哈 终于变身成终结者了 如果说你要变身成终结者的话 太耗时间了 基本上你变身成终结者的时候 游戏都快结束了 因为这一把我是母体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直接找人 让佣兵打我 这样的话才能快速的攒怒气值 我是这样才攒够怒气值的 不然的话按照平常这么打 我觉得真的很难变身成终结者 我觉得疯狂宝贝和终结者啊 我个人觉得还是疯狂宝贝强一点 毕竟人家有隐身啊 而且跳位力又高 能跳上其他僵尸跳不上的地方 这点就很重要了 那咱们今天的穿越火星HD 就先玩到这里吧 咱们今天是玩了坦克模式 和生化模式的两个新僵尸 疯狂宝贝和终结者 我蛮期待的还是这个挑战模式啊 挑战模式应该是要晚点开放吧 那咱们晚点再来玩 穿越火星HD的挑战模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